新兴健康文化学社新兴抒情频道 于2022年8月6日举行了第一期阅读分享会 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林清玄散文 人间有味是清欢 第一第二集读后感 该活动由万大光主持 下午好 我是这一次新兴抒情读书分享会的主持大光 非常感谢每一位来参加活动的朋友 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是 人间有味是清欢 它是当代台湾作家和散文家 林清玄的经典的散文集 首先丁林老师介绍了作者林清玄的背景 以及他的创作历程和生活经历等 那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名字太不好听了 这个可是要跟着他一辈子的名字 他说你要不要改叫林清琪 就改成奇怪的琪 当然也是奇怪了 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旁边又有一个人来报复口 他听到了 他说他最近刚刚在看一本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当中有个角色叫做清玄道长 所以他说你要干脆就叫林清玄了 所以他的名字是这么优来的 他上天不あれ的 挺有故事 非常严厉 而且他还是他的底、是啊 而且很巧你觉得 he hold up 他以后写的很多文章 都是有带来了很多佛教的思想 对呀 中国民听当中有一种注定在这里 他是融合佛法禅询还有茶道 好,有读者形容您听前是,文章恰如其语,倾向相满指,权益优言,他总是把自己自虚为是乡下人,以乡下人的眼光来审视现在的都市文明,他从人性的角度对现在的都市文明展开反思,进行信任的批判,批判人性的堕落,人情的淡漠,批判都市人的追逐名利,娇奢,逼运,来思考, 作为公式人,现在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 林奇玄以他清新朴实的情景描述,带出深刻智慧的生活哲理,让人产生极大的共鸣和认同感 孟志弘诵读了其中一篇文章,《可以预约的血》,并分享了对于生活中长与变的理解,如何接受和化解 当然,因缘的长不见得是好,因缘的变也不见得是坏的 春日温暖的风使野百合绽放,秋天潇洒的风使尖芒花展颜 同是时空流变中美丽的地域,动人的情格,只看站在山口的人能不能全心投入,懂不懂得欣赏 在岁月,我们走过了许多春夏秋冬,在人生,我们走过了许多冷冷淹淹凉 我总相信,在更深更广处,我们一定要维持着美好的心,欣赏的心 就像是春天想到百合,秋天想到芒花,永远保持着预约的希望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任何 她写的每一句话,好像每一个印尽表达出来的,都是觉得我很享受,我很想要 我也想要努力追求,达到这个境界的这个地方 林青玄文中,对幸福的描述,紧紧地抓住了Catherine的心 一个比较感兴趣,就是她讲这个幸福 幸福,其实她就是很简单,就是跟着妈妈,牵着手走,夕阳下来 就那么一瞬间她就觉得很幸福,因为她就觉得 那个此情此景,跟妈妈在一起,这个就是一种幸福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在追求什么幸福呢? 我们这次在座的,我们都是很追求大半辈子的,打拼很辛苦的 追求幸福,有而有,你说起来这四个月有什么? 幸福吗?我们问自己,我们幸福吗? 那么你的幸福感是什么? 你能够每天早晨醒过来,看到家庭的朋友 春到何处的夏日的风也好,秋天的风也好 你就是一种幸福 然后呢,你再不为这种缺失少转,公公马路 去过手,不过你折腰,你也是一种幸福 当然,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子 有朋友,有点茶,有点酒,有点青苔 也是一种幸福,这是一种幸福 谢吕亚把散文中的意境,拉回自家小院里 感慨把握当下的充实和幸福 只要你当下是幸福 比如说有时候,我端端一直坐到我后面 看我这个鸭鸭,我就感到很满足 那就是一个幸福 你又想一下别人不见的,还有你这个两个鸭鸭排 每天定下一个带 人啊,我觉得真的是,不要活得有点光 就活的事情那些 你应该静下心来,然后怎么样享受 就应该放弃不下,进入鸭鸭鸭 那种被你想到的东西都可以感动一下 都可以让自己精神上享受一下 我觉得人啊,性质,不是物质,是精神 明天会更好,因为有今天 杰森的随笔,正是符合了林清玄文章的精髓 读林清玄的书呢,你给我的书 就是你会思考很多东西 其实他点得很厚 明天会更好,因为有今天 那我们用这种心态去工作 去寻找这个朋友交往 去跟爱人去一起 你不要去想这么远 就是那个眼前的东西 我们能够好好地做好 其实那这种摊花一线的好事 都会被你遇到 钻脚,遇到爱 其实你看林清玄这个人 其实他自己活的就真的就是 他能看透的这个性质 比如说他那种品格也很高 就在我们心里没有 就说的话都是心里经常 但是其实他也是他自己的生活 然后他对待婚姻也好 子女也好 尽管受过一个很大的忠誉 但是他按照他自己的喜好 我觉得这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这种感受就我们日常生活 也应该用这种心态去活好 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 甚至现实生活中 共鸣会激发人们无限的潜力 David的观点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在生活当中就是寻找那种能够给你产生的 就各个方面不要有限制 都可以去接触 这样呢就更容易把自己 就是满年了那种潜力 发不足 造成人生更深刻的那种信心感 更危险 诗中有山水 何处不田园 Jason还为我们科普了绘画作品欣赏 从文艺复兴谈到印象派 从写实肖像画 聊到典采创作手法 大家受益良多 最后大光的结束语 点明了读书会的主题 在相互的分享中 获得文化的滋养和情感的交流 每个人的共鸣虽然不同 如果我们能坐在一起 能够把大家不同的感受 能够在一起交流 那不仅是种缘分 更是一种互相吸取的文学的滋养 分享结束后 大家还一起合唱了歌曲 传奇 整场活动节奏紧凑 内容丰富 场面轻松而温馨 令人回味和留恋 希望今天我们的新潮涌动 您在一起 筑成一朵朵新花 在这纷扰的世界里 给自己保持一份安静有味的清欢 下一期的读书会 我们将有更新的形式和内容 期待你的参与与分享 谢谢